今天很多朋友在问我们双11的活动 今天正式宣布一下 我们的活动将于今天晚上8点开始 这期活动呢 还是分为两个板块 一个呢就是往期付团 就是今年我们开过所有的团购品 就会在这个双11的活动里边 给大家进行付团 但凡你要之前错过 哪期都没有关系啊 今年在这里边依然可以享受当年的团购价 还有呢就是满简区 就是如果大家用了一些护肤品 用的好的不错的 用这个满简券会价格会非常合适 我们订的价格都是对标好了 双11他们旗舰店的这个价格的 所以价格上是非常放心的 如果说你们买贵了 我们给推差价 如果你要是说比较懒 不想一个个去看这个商品相机 那你接下来看一下我这份清单 这份清单也都是我每次一到大街啊 都会囤货的 因为都是家里边必须要用的一些东西 都是消耗品 我一般都是一囤囤半年 然后等到下次大凑的时候再买 就是非常的划算 也是就这么多年来 我们店铺里面就老顾客回购率 最高的一些商品 评价也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快速过一遍 咱们走到哪说到哪 那最先呢就是说一下 你这个洗衣机用的东西 肯定是每家每户都用的 洗衣机里边用的洗衣机清洁剂 我先推荐 因为如果你不洗这个洗衣机的话 你洗衣服其实都相当于白洗 这个桶的外壁圈是非常非常脏的 这个洗衣机清洁剂 是我用的所有里边 它除菌效果以及性价比最高的 除菌可以达到99.98% 你洗完了之后那个洗衣桶 马上就有那种很清新的味道 有种消毒水的味 而且它是可以除霉除垢除臭 就是三重功效 也不用浸泡什么的 就直接干洗一圈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我们半年的用量 大概在三盒 因为一到两个月就要用一次 如果你从来没有洗过洗衣机的话 第一次用两袋 日常的价格是30多块钱一盒 然后我们这次活动是买二送一三盒 你用半年就够了 那洗衣也还是推荐大家用这个北岛的 因为它洗得很干净 而且它不容易伤衣物 这个我们日常售价是39 然后给大家囤货价是32 你们看一下平时自己家里的用量 算好自己半年是需要多少 像这个防创染片也是家中必备的 尤其是身衣服多的 放两片就可以防衣服穿色 这个也是囤货价 只有10块出头 家里必备的这种擦玻璃镜子的鱼鳞抹 这个低至2块9 看干了之后一点水印都没有 特别神奇 厨房清洁里边油污就不用说了 去腿那个可一静 这个我们店铺卖了有上万瓶了 复购率极其的高 就只要用过的朋友肯定都说好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大部分都有用过这个 如果你家里边还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大面积的厨房清洁 比如墙壁上都是油污 你就直接入两瓶 两瓶喷完了之后保证你的厨房干干净净的 它不用费太多的力气 只要你把泡沫喷到墙上 它过一会儿那个油污自己就化开了 然后你只需要拿抹布给它擦下来就行 但是这个头不是这样的 这是我后来用的一个其他头替换的 现在这个头做了升级 泡沫会更加好挤出来 然后这个的价格 我们的囤货价是20出头的样子 20块钱多几毛 你们到时候要半年用量的话 我觉得两瓶囤着是有必要的 蓝人抹布 这个肯定大家都会囤的 这个抹布不是市面上那种廉价不好的 它是很有韧性的 就你如果洗的话 你都可以洗两边再接着擦的那种 我们日常其实这个跑链款就是9块9包油 然后大姐给大家做的囤货装是8卷的 你们可以用一段时间 8卷单价算下来只有7块8毛5 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防漏油的这个油壶 这个我们店铺可以给大家保证 如果说出了漏油给大家白送 就是它是一个日本品牌 设计特别到位 在这块本身是一个防漏口 然后如果说万一真的有油就流下来的话 它也会从这个下面的引流口 直接流到这个壶里边 就是有双重防护 就绝对保证不会在这个地方有油漏出来 第二点呢 这个油壶它有把手 因为我之前用过没有把手的 一个是很容易滑落就给它摔了 在你手上如果切了肉或者是菜 有菜摊的很容易把这个壶弄得很脏 这个有把手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这个牌子是一个日本的品牌 你们也可以看官方期间的价格 我们的日常售价就只有58块钱 本身就是最低价 然后这次活动呢 是满2Z减10 就如果你家要放其他种类的油 或者是放什么酱油醋什么的 也可以入这个 接下来就是楼上的一些内衣什么的 因为内衣都是消耗品嘛 半年换个三五件都是正常的 我们这次给大家付团的就是咱们店铺卖爆的品 速机同场的这个果冻胶条的 它这个底下果冻胶是有一定的称托力的 就如果特别大的胸可能还是称托不住 但像一般的小胸 它这个果冻胶条就是穿着非常舒服 不会说有个的这种情况 这个是真的速机同场 你们看速机一件的价格 就算把所有的券领完 价格也要100多块钱 我们这个是工厂出货的话 就单件是日常79 然后两件的话再减10 相当于到手就74块钱了 它这个后边都是有调节袋的 肩袋也都是可以调节的 你只要穿过这种无尺码的胸衣 你绝对会对这件衣服很满意 因为它除了舒适度高 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个像我们之前做那个UBRAS 一件要100多块钱 这个因为是工厂端直接出货 它的出厂价就只有86块钱 而且囤货价呢 给大家再买2减10 一般老顾客在大姐的时候 这个都要囤4、5件的 但是有一点啊 因为这个是工厂端 它是没有任何品牌标的 所以我们不退不换 就是为了保证 每一位顾客收到的时候 他都是保证新的 如果说你不确定 你能不能穿这种无尺码的 你也可以去买一件像这种UBRAS的 先穿穿看 你觉得舒服 然后想找性价比高的 你再来找我们 现在轻描淡写 就能把这个胸衣给大家推荐出来了 当时选的时候 真的是费了老大的功夫了 我当时选了硬板创 这个老粉肯定知道的 这个真的是从很多很多胸衣里边 选出来最舒服的 那席户方面 今天我还是依然很推荐 这个发膜 这个是我昨天晚上用光的 当然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同货价 我知道肯定有好多人在等这个 尤其是对那种头发特别干的 或者是有受损的 这个真的是肉眼可见 你头发就能变滑 然后它的日常价是45一盒 一盒有10个 我一般一盒可以用一个月 那大家如果用三个月左右的话 可以买三盒左右 效果配上它的价格 真的比我之前用的一些日本的发膜 就高出太多的性价比了 真的强烈推荐 就是头发不好的朋友入这个 还有这个洗脸巾 也是用过的朋友都是离不开的 这个洗脸巾它是纯棉的 就吸水性特别好 而且很轻肤 又是种多孔结构 可以反复利用 这一盒有80片 我们这次买三送一 它一盒的价格只有12块钱 就比那个超市里面卖的还要便宜 但是要比超市里的品质要好很多很多 这种洗脸巾啊 很多做的都不是百分之百纯棉的 就吸水的速度没有这个这么好 也是我这个你看家里边都是经常囤的 就是用过的都会说好的 最后值的囤呢 就是咱们女生经常穿的这种打底裤 我们打底裤店铺算是有三类 一类呢就是这个鲨鱼裤 鲨鱼裤也是卖了大几千条了 之前你们要穿的好的 可以直接去复购 做了满检的活动 但是我现在穿鲨鱼裤就比较少了 因为我就后来不是找到了这条吗 这是一个韩国的面料 它的料子会比鲨鱼裤更加的软 然后弹性会更加的大 我们评论里边就像140多斤穿这个 都是完全可以塞进去了 弹性很大 而且面料非常轻浮 所以如果你要是想比鲨鱼裤有一定升级的话 我很推荐这个 就哪怕你这个鲨鱼少买一条 也是要入这个 非常舒服 这条面料比较贵 它单价是118 但是我们这次做的满检 也是满二检十的 后一条呢就是推荐给健身 或者练瑜伽的朋友 是我身上穿的这个瑜伽裤 这条裤子是我觉得穿过所有的瑜伽裤 包括LULU在内 它的性价比非常高 而且弹性的舒服感是很棒的 就是它可以把你的肉绷起来 但是又不觉得特别的难受那种 而且透气性又很好 我只要是运动健身的时候 都是穿的我家的这个 这条瑜伽裤 日常老扣都知道是卖在100多块钱呢 我们这次同货价是99 而且满二检十 就你们经常运动的朋友 就去入这条裤子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 哪怕T卡的乳胶枕 我拿这个吧 这个是最新的包装 这个乳胶枕呢是历史以来 往年最低的一次价格 这次一定大家有珍惜 这个枕头日常价要买500多的 然后最低 以前双十一的时候 我记得应该是430左右 这次给大家的活动价 399 就是非常狠的一个价格了 也是他们品牌让出一个力吧 因为现在虽然原材料涨 但是去泰国旅游的 因为受限嘛 所以他们价格也就放下了一些 那乳胶枕的好处 我已经说很多年了 今天就不再说了 咱们就说这个乳胶的品质啊 这个是100%纯泰国进口的 一个乳胶枕 包括它的制作 然后包装呢 耗材全部都是密封原装进口过来的 它不是一个什么中泰合资品牌 也不是中国进口原料 中国产的 就是泰国发泡的工艺 然后泰国的原料去这样去做的 所以品质是非常高的 因为现在疫情出不去了 就如果你们之前能出去的话 在泰国免税店 或者是在泰国的路上 都能看到它的广告牌 就免税店 我前几年去泰国的时候 也给大家看过 在免税店的价格就要430了 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 OK 本次我觉得很适合 在这种大街去囤货的 还有我们价格上 非常有优势的产品 大概就是这些 如果说还有哪些 我没有说到 或者大家想要的 你们可以留在评论里边 我们看后边 能不能再给大家安排上 然后后面我再看看 有没有其他值得囤 然后价格上比较合适的 一些新品 就比如说上次给大家推荐 那个内裤 你们说一直要补 那个补不到了 就高腰的那款 它就七八百条 然后卖没的就没了 所以上回我说 一定要拼手速 那个内裤 我到时候再找一找新款 可能找不到那么高腰的 但是舒适度 应该能找到相似的 好了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 祝大家购物愉快